老子花钱了 给听老子的 把他胜口要起腰打碎 老子高级 你算了什么 菊豆是杨金山买来的第三个老婆 可杨金山身子不行要不上孩子 他自己却不肯成人 只能换着法的折磨菊豆 深夜惨叫声传遍整个大院 天青在野暗拿不住愤怒 提着斧头就要冲上楼去 可到了半岛他却停了下来 心中的愤怒最终还是压了下去 只能一刀狠狠地劈在了楼梯上 第二天菊豆发现楼梯上的刀狠 顿时明白了什么 菊豆年轻漂亮 那深额黄色的衣衫 衬得他更是明眸